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做一个证书的活动 这个证书的活动会在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专跟我们的IG上面 还有游记文化的粉专跟IG上面 我们会有一些票选会从这些书籍当中选出三本书 大家可以去投票 然后我们会从中来抽出这些投票的朋友 各个平台各有一位 我们会送你想要读的书 特别是主要是在我们开的书单当中 待会在中间的时候 我会再把这个讯息讲得更清楚 也让大家可以知道 我们的这些实际的操作的方法 好 今天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谈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其实我们在去年7月的时候 就曾经讨论过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去年7月访问过 这个住在新店的龚俊的赖碧珍女士 那他们家其实是在这个 龚俊已经住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那不过呢 这个土地的 这个房舍的所有权本是属于这个 这个水利会 后来水利会卖给的建商 那就引发了一些争议 那我们在上次也谈到说 这个好像是一个私产权的问题 可是背后有很多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地方 那前一阵子呢 这些声援团体也开了几次的记者会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台北地方法院执行处呢 将在11月21号准备要拆除这个房子 那我要再跟大家强调一遍 好像是一个私领域的 这个所谓的司法之间的问题 可是它有很多 值得我们要讨论的面向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来邀请到 这个案子的委任律师 这个叶树红叶律师 来跟我们谈这样的一个议题 叶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谢谢叶律师来跟我们分享 讨论这样的一个案子 我事实上在刚刚在前面的时候 就说叶律师这个案子 你应该做了十多年了 会觉得累吗 其实不会的 因为如果能够真的帮助到当事人 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案子 然后当时为什么 你们会去介入这个案子呢 我印象中大概是在 2013 2014年的左右 当时我有一个案件的当事人 他打了电话给我 他跟我说叶律师 你对于土地的案件熟不熟悉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最近遇到的官司 他想要请律师帮忙 我说好啊没问题 你把他的起诉书拿给我看 那我们安排个时间开会 那老实讲这个案件的当事人 就是目前柳公俊的被告 賴斌正小姐 那先前我在看他的起诉书的时候 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拆屋还地案件 那原告是地主 被告是屋主 那被告这边 他被屋主 他被地主请求 要依照米法767条的规定 拆除地上屋 那很显然的问题的真点 就会在于 到底屋主他有没有合法的占有权源 所以那时候我就请 賴小姐来到事务所一趟 请他跟我说明 为什么他觉得 他们家的房子 可以坐落在这个土地上面 然后因此展开 后续一连参的出送行为 可是这是一个 私人之间的争议不是吗 那这个私人之间 好像我们好像有很多的家庭 或者很多的房子 可能我们可能知道原因 反正我们就是 不是我们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权 所以你这个卖掉把要求你拆掉 有什么不可以的 很显然的这个案子好像有一些 重要性 所以他不只是有这么长的一个官司 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人权团体 或是土地的相关团体 去介入 那这个案子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团体要介入呢 当时在接触这个案件的时候 其实我就请赖小姐告诉我说 那他对于这个案子 为什么他认为他们家 可以合法的坐落在别人的土地上面 那当时他告诉我的是 当时在日治时期 大概民国20年左右 他们家的房子就已经盖在柳宫 郡道旁边 那当时候的地主是日治时代的柳宫 水利组合 那当时他们家因为是在郡道旁边 所以或多或少也有协助 柳宫水利组合这样的组织 来去管理维护郡道 所以当时是处于一个借地 建屋的情形 那也因为这样 在长达将近六七十年的时间 原本的地主柳宫农田水利会 他们都没有要求屋主 必须要把房子拆掉 还给他们 让他们合法占有了这个土地 一直持续到现在为止 那但非常遗憾的是 后来柳宫农田水利会 他突然一夕之间 就把这个土地标售给了 邻近的建商地主 那事实上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我查到的资料 包括在先前民国54年 甚至到后来的民国57年 以及后续陆陆续续 屋主这边 他们都有持续跟柳宫农田水利会表达 他们想要买这块土地 他们希望能够整个土地跟房屋的产权 能够是一致的 但当时柳宫农田水利会给他们的回复 是说欠难照办 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公有土地 所以他们不能够出 他不能够卖给私人 所以其实在整个时间的观察点来看 柳宫农田水利会这个原地主 他们是明白知悉 蔡家也就是赖小姐 他们一家人 早在日治时期就已经居住在这块土地上面 并且在上面盖有一个砖造房屋 一直持续到现在 那当然后续在101年102年的左右 那柳宫农田水利会他这边突然把土地标售给邻近的地主 那虽然是说标售 可是事实上并没有经过一个公开的程序 那针对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也透过 监察院这边的调查 来去询问柳宫农田水利会 那你们明明知道这个土地上面就有一个老房子 那这个老房子里面住了一家人 在这边住了七八十年 那为什么你们当时卖土地的时候 没有想说先通知这个屋主 请他们来买 结果柳宫农田水利会给我们的答复是说 蛤 那边有房子 我们从来不晓得那边有房子 我的天啊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荒谬的事情 因为我实际到现场去看过 从那个老宅走到柳宫农田水利会的办公厅社 大概100公尺左右 走路大概只要3分钟就到了 结果那边的水利会人员竟然睁眼说瞎话 想说他们不晓得那边有房子 那后来我们提出质疑之后 他们在急急忙忙的 从仓库里面的文件柜里面找出一张照片 他们宣称说 啊有啦有啦 当时候我们在标售的时候 我们有通知赖小姐 那他拿出来的照片是 他们的承办人员 拿着一张照一张标售的公文 就站在赖小姐的家门口拍照存证 他们就宣称啊 我们已经通知了赖小姐 可是今天如果柳宫农田水利会 他是要寻合法的途径 要来去标售他们的公有财产 当然按照柳宫农田水利 按照水利会的财产处理作业要点 他事实上必须得要通知地主 还有通知屋主来去行使优先成买权 可是这个案子比较特殊的是 这个水利会的财产处理作业要点 他是在当时的台湾省政府下面的一个法规范 可是当时台湾省政府的法规范 并没有同步的规范在台北市柳宫农田水利会 这样的一个财产处理作业要点里面 所以当时柳宫农田水利会 他是因为隶属在台北市政府下面 他就宣称说 那个是省政府的规定 跟我们市政府的规定不一样 所以不能够比照办理 那用这种方式企图来去规避 我们屋主的一个优先成买权 才会导致说现在的状况是 土地是给临近的建商给买走了 可是房子还坐落在这个土地上面 才衍生后面这将近十多年的 拆屋还地诉讼 一直直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还在打宪法诉讼 不过这边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从一般的私人之间的关系来看 就是说我想要卖给谁 我就决定要卖给谁 然后我不想要卖给你 我就不要卖给你 然后我跟你说 我原本不知道你在这里 那顶多就是我说谎 那这个在法律上面是有什么问题吗 你刚刚特别谈到的 好像有一个东西是蛮重要 就是这个水利会的财产处理要点 这个财产处理要点 到底是怎么样的规范 而这个规范为什么它 这个规范是如何的让你们觉得说 他们是违反了这个法律 那违反这个法律有什么样的严重性吗 违反这个要点有什么样的严重性吗 是那因为这个作业要点的处理原则 第三条得有约定到 那如果这个建物所在的基地要进行 标售的情形下 必须要以公开的方式为之 并且要给建物的所有权人有优先乘买权 那当然这个优先乘买权在法律上的定义 他被解释成是一个债权性质的优先乘买权 换句话讲 今天即便水利会的人员 并没有通知建物的所有权人 来行使优先乘买权 那充其量 可能就只是必须要负起損害赔偿责任 那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 今天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私人买卖 水利会他具有行政法人的性质 他同时管理的是公有的财产 这延续到整个我们台湾土地的一个严格 水利会他的土地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日治时期 当时候延续下来 从当时的柳工农田水利组合 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柳工农田水利会 他富有一定的行政目的存在 所以他并不单纯只是一个私人间的买卖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财产处理要点 约定到说他们的土地如果要进行标售 得要用公开的方式为之 比且要给建物的所有权人优先承买权 那这一点事实上水利会他也是知悉的 他也是了解的 但是他却并没有确实的落实 导致最后公开标售的结果 我们查到的情形是就只有 建商地主一组投标 而且投标的得标的金额很恰巧的 就只比底标多了2000多块元 2000多块钱而已 那就让人家不得不去 怀疑到底柳工农年水利会 他们跟地主之间是不是早就有这样的默契存在 让他们能够用高于底标的价格 大约只有2000多块的金额就能够顺利投标 然后将来再把这个有关于土地产权的纠纷 由私地主这边来去对屋主提起财务还地的诉讼 借此来让行政法人的这个柳工农年水利会 规避掉他不有行政法人的一个公益目的存在 所以他从你的这个解释来看 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私人跟私人之间的买卖 因为从水利会的这个身份来讲 他是一个行政法人 行政法人有他相关的在法律上面的规范 所以例如说刚刚特别谈到的时候 优先成购权这个部分 那可是我也蛮好奇的 按照这个说法 那这在法律上面蛮清楚的定义跟定位 可是看起来有很多的诉讼这几年来 好像你们大部分都是败诉是吗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种状况 好因为就像刚刚跟您提到的 后来水利会把土地卖给私人之后 那变成是私人跟私人之间的财务还地诉讼 他就落落到民法的规范里面 那他就不会适用到有关于水利会的财产作业要点 那当时在整个地主的起诉状 他其实写的很单纯 他就写到说 我今天是这个土地的所有权能 但我的土地上面却被别人无权占有了 他把我们形容成是一个山寨流氓 是一个土匪去占了他们的土地 盖了房子在他们土地上面 所以他们是被害者 那当然站在法院的立场 他就会要求我们屋主 得要提出有合法占有的权源 我们为什么我们凭什么 能够把房子盖在人家的土地上面 所以整个举证责任就变成是由我们被告方 由屋主这边来去证明 那相对而言 我们的举证责任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才会导致整个诉讼的过程当中 他们把它拆成两个案件 唯独只有其中一个案件的台北地院 我们是胜诉的 其他的案件我们都败诉了 OK所以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面 在认定或者在法律的工房站里面 出现的一些有趣的现象 但是你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在上一个讨论当中 你特别提到说建商 建商买到土地的价格 是比地价还要再多了2000多块 它是一瓶吗 还是整体多了2000多块 那个是一瓶多了2000多 还是整体多了2000多块 那你们为什么会 多了2000多块而已 你说总体整体多了2000多块 对 那个土地的面积有多大 那个土地的面积 我现在手上没有资料 但是以我们现场来看的话 大概约70到80平左右 所以那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接近 所以你们会觉得这后面 是有一些tricky的地方 这不得不让人有这样的怀疑 你到底建商跟水利会这边 是不是之前就已经有默契了 否则今天同样的状况下 你要进行公开标售 那这个标售的讯息 不仅得要让大众知道之外 也要让屋主知道 那同时屋主在这个土地上面 又有优先承买权 那显然的水利会这边 就是为了要去规避这个优先承买权 同时也要让地主这边 能够用顺利 高于他们底价的价格 来去取得这块土地 来完成整个土地移转的程序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就听起来就发现 有蛮多一个令人家好奇 或者说包括最后的标售的价格 或是标售的程序 或者在法律上面的 各式各样的解释 那事实上刚刚你也特别谈到的 这个监察院 其实也做出了一个调查报告 这个调查报告也提到了这个过程当中 是有非常多的瑕疵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接下来再来请这个 我们的叶律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个监察院做出了 这个调查报告之后 那这个问题还是有这么 看起来是 好像目前还是在这个胶着当中 那这个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是没有任何的效力 或者是没有办法给他们有一些压力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头来讨论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想 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 我觉得还蛮棒的消息 就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跟我们的独立出版社游击文化 我们要来共同的来举办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叫做灿烂打游击 不是我们真的要去打游击 是灿烂跟游击文化 我们要来打一些书 又来跟大家谈一些 我觉得很棒的书 那我们这个活动会从这个11月18号中午12点 一直到11月30号的中午12点开始 那这个结束了 在这段时间大概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我们会列出14本游击文化出版的一些好的书 那常听我们节目或是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我们谈的蛮多的书 然后非常的巧 这些书有非常高比例都是游击文化 所以游击文化所出版这些促成的我们跟他们有一些 这种合作 这个进一步合作的这种机会跟可能 所以我们会列出14本书 这14本书是由我跟游击文化 我们共同选出来的 然后你在这14本书当中 你挑出三本 你最想要读的 最想要我们讨论的书 那我们会选出前三名 那这个选出书之后 我们就会安排一些相关的 这个可能是作者或是议者或是一些专家专业者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两这三本书的一些内容 在后续会播出 那同时我们也会在这个灿烂的IG粉专 跟游击文化的这个所谓的IG跟粉专呢 我们都会各抽出一名朋友来送你书 然后这书送你的书是从这14本书里面 你去进行你想要挑什么书的这样的书 所以他有纸本书也会有这个Cobo跟Rymo的这个电子书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有的这个活动 也欢迎大家赶快到我们的粉专去按赞 也到我们的这个这个IG上面去帮我们按赞 然后去去支持我们 好那我们要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讨论 今天讨论就是要跟大家谈一个可能在上礼拜 11月21号就会发生的一个猜污的事件 这是我们在去年跟大家讨论过的这个柳公俊案 在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这一个案子的这个辩护律师叶律师 叶律师你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苏宏律师 谢谢叶苏宏律师来接受我们的这个访问 我们刚刚也谈到这个案子在法律上面有很多 我们看似好像很合理 但是里面有很多的tricky 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地方 那事实上在这个案子当中 你们也用了非常多的策略 包括你们去这个监察院 那监察院事实上也做出了这个调查的报告 他直说这个案子的过程 其实就像您刚提到 他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瑕疵 可是监察院都已经做出了这个报告 但是好像这个目前 这个案件好像还没有一个转环的可能性 为什么会这样 好那跟大家说明 其实在整个诉讼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发现到说 当时在水利会跟原地主的土地移转过程当中 有不合法规的情形 所以我们除了诉讼上的工房之外 我们也另外像监察院这边 提出检举 那当时监察院受理这个案件的时候 是由高永成委员这边来主办 那他在进行调查之后 他也认为了在这个土地移转的过程当中 柳工农年水利会这边其实并没有按照刚刚所提到的财产作业要点来去通知土地的所有建物的所有权人来去行使优先成买权 那当然水利会这边他们的辨词是表示说因为他们内部并没有仿造农委会的规定来去订定相关的财产处理要点 所以他们并没有违反法定作业原则 但是事实上有关于优先成买权这样的法治设计 其实不是只是在公有财产上面有这样的设计 其实在私有财产也有相同的设计 无非就是希望土地的所有权跟建物的所有权都能够尽量趋于一致 所以包括在民法当中或在土地法当中 我们都会赋予所谓的承租人或者是共友人 他在其他共友人或者是屋主这边出售土地或出售建物的时候 都能够行使优先成买权 避免造成土地持有关系的纷乱或者是复杂 那所以同样的情形应该也要利用套用在公有财产的身份上面 尤其在公有财产的处分上面 他富有更大的一个公益价值存在 所以当时高委员这边做出了 最初的调查报告是认为 水利会这样的处理方式 是有违反了宪法所保障的居住权 财产权 同时也违反了两公约 关于市族住房权的一个保障 那甚至后续他的最后的调查结果 是提出了一个纠正案 他认为说农田水利会在这个案子的处理方式 确实有违法施职不当之处 但让人家感到遗憾的是 后来台北市柳工农田水利会 他因为组织变动的关系 他并入到了农业部的体系下面 那并入到农业部的体系下面 导致我们后来再打了行政诉讼 法院这边就认为说 那原本的台北市柳工农田水利会 这样的组织已经不存在了 既然被告不存在 那这个诉讼就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 因此就驳回我们有关于 要行使优先承满权的这个行政诉讼案件 所以这个是在整个监察院 后来所做出来的纠正文 为什么没有实际 达到一个拨乱反证效果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这也意味着 这个变成是说他们的这个组织的形态的转变 但是不代表这个纠正的这个纠正文是没有效 没有这个意义的 或是不是代表他们就合法 不代表程序上面没有问题 好那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 我觉得从事社会运动 公民运动都会蛮关注的现象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这个案子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的 这个私人跟私人之间的争议 但是你也告诉我们说 他其实不是这样子 因为农田水利会是有某种的这个法人的这种特质 而且他有某种的这个行政的这种角色 所以有官的法律是对他们有比较多的这些规范 可是他还是可能对很多人来讲 他很重就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所以对我们这种对法律不清楚的人 我们都花了好多时间搞了半天 说到底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有什么好吵的 就是把房子拆掉 但是我们又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就是蛮多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公民团体 包括这个人权团体 包括一些律师 包括我们看到这一个文资相关的团体 也揭露前一阵里开的记者会 也看到我的老朋友 就夏胜里老师 他们其实也发表了一些这些他们的看法 甚至觉得他们应该要去做一些文化资产的保护 这个过程是如何慢慢的 让更多的人愿意去关心这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团体 他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没有错 因为就一般的民众来看 这个就是典型的财务还地案件 那你今天屋主 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占有权源 那你理所当然就应该要把土地还给 真正的所有权人 那但当时在接触这个案件的时候 我就询问赖小姐 那你们对于这个房子 你们到底有什么必须要保护它 继续存续在土地上面的必要性存在 那他当时告诉我的是说 因为他们从小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而且是从他的外公外婆那一代 就一直开始住在这个老屋子里面 已经长达将近七八十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房子对他们而言 不是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所而已 而且是他们从小到大的回忆 甚至就是我们台语俗称的KiGetsu 也就是他们的一个老家 对于他们而言有很多很多的 回忆都存在这个老房子里面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老房子 他就坐落在柳宫郡道旁边 那这个郡道旁边又有一棵老树 我们当时有去现场 并找了这个 环保团体去现场去会刊 也确认这棵老树 其实他的树林 其实是已经超过百年以上了 那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房子 他们已经住了七八十年 那当时赖小姐的外婆 陈往是阿嬷她还活着 那她还住在这个老房子里面 所以当时我就在构想说 好那当然诉讼内 我们必须透过一切的法律救济途记 包括时效取得地上权 包括这个末世的使用借贷 包括权力滥用 包括诚信原则 来协助法院厘清这个案件的本质 并且赋予当事人一个有利的诉讼结果之外 那同时也希望借由诉讼外的一个工房 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房子的价值 了解这棵树 他对于整个新店柳公郡的意义 以及陈往是老阿嬷 他在这个地方居住了七八十年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应该能够有一个适足的住房权 来保护他能够继续在这个房子里面 能够走完他最后人生的这一里路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设定了老屋老树老人类这样的议题 来希望唤起更多的民众 来重视这个议题 那也很庆幸的是 当时在针对老树跟老屋的这一块上面 引发了蛮多的文史团体 还有环保工作者来关注这个案件 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媒体上揭露了这个案子之后 第一时间就有当地的民意代表 来协助我们跟环保局这边 申请老树的一个维护 那除此之外 也包括像刚刚您所提到的夏胜利老师 他也积极的去走绑当地 确认了这个老屋的价值之后 像文化局这边提起文化景观的一个保存 那藉由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慢慢的凝聚起这些公民团体 这些NGO的一个重视 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 其实我们台湾很可爱 也就是我们过去这400年来 一直都处在被殖民的状态 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就好像是一个乳牛一样 一直不断的输出养分 去提供给这些殖民者 包括从一开始的荷兰的占领时期 甚至到后来的民政时代 甚至到后来的清领时代 以至于日治时期 甚至到最近的国民政府拨迁来台 事实上他们都把我们台湾这块土地 当成是一个利用的工具而已 希望从我们这边来去使用我们的资源 或者是剥夺我们的资源 来供给他们作为他们本身的用途存在 那后来我们慢慢的公民应事抬头之后 主权债民的一个观念渐渐起来之后 我们才慢慢重视 其实我们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其实我们这块土地的名字叫做台湾 所以我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更多人了解到说 那今天既然这个房子这个树这群人 都已经住在这个地方住了这么久的情形之下 那你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突然把他们赶走 让他们无家可归 让树被砍掉 让房子被拆掉 那这样的话 对于整个 不管是人也好 树也好 或文化价值也好 都会产生难以回复的重大损害 那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 也希望把声音回馈到法庭内 让法官们了解到说 这个案子不是只是一般单纯的财务还地案件而已 你必须要把整个层级拉高 去重视到老屋老树老人类 他的一个文化价值 环境价值 以及他的居住正义 我觉得这蛮重要 就是他 当然他可能是自己访屋的 这个居住生存的问题 但是从柳公俊这个案子里面 你也可以看得到 他是整个台湾的文化历史非常重要 特别是我们在之前访问过赖碧珍的时候 其实就谈到这个房子的这个价值 以及他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重要的历史 我过去其实也跟夏老师做过一些文史调查 也知道这个是郭锡流当时在开辟这个大台北地区的 特别是台北盆地的这个水源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记忆 所以我们在看一些变迁的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那个所有权的问题 而要看到的还有包括 这个在法律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瑕疵 有没有一些程序上面问题 或者是我们刚刚谈到了 有关于这种文化记忆 也是一个我们在做这些综合的考量 必须要去思考的面向 不过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 就是他毕竟是没有所有权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 也知道他法律上面有一些瑕疵 有他的文化意义 可是他就是没有所有权 所以就是从我们一般的官员来讲 说没有所有权 你凭什么住在这里 那我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 也刚好访问徐世龙老师 他都提到说 其实我们不是只有看所有权 跟我们要看的是使用权 我不晓得 就是您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种论述的方式 或者是你刚刚也提到所谓的两公约 或是国际的 人和国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他们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居住正义的问题呢 好 那其实依照两公约的约定 不管是公社公约 或者是金色公约 都其实提到了 法院他作为一个国家公权力的代表 那在审理有关于 氏族住房权争议的案件当中 他必须透过完整的磋商通知安置 并且提供法律救济的程序 在这些所有的程序都做完之后 才能够去决定到底这个房子要留还是要拆 但很遗憾的是 虽然两公约已经内国化 已经施行在我国有将近十多年的时间 但就我本身的观察 我觉得两公约在我们台湾 其实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口号 他并没有真正落实在 法院的体系里面 也没有落实在行政系统里面 换句话讲 这个两公约只是应付了事而已 并没有办法彰显两公约 所要去保护的人权意义跟价值存在 那所以即便我们在诉讼过程当中 我们都恳求法院 请求法院能够依照两公约的规定 来去重新检视这个案件的价值 但很遗憾的是 在立审的过程当中 就只有135第一号的一审判决 有提到两公约的施行法 但就这个部分 也只是轻描淡写的带过去而已 并没有很完整的论述到说 当所有权跟使用权 互相抵触的情形之下 如何去运用两公约的约定 来让整个使用权跟居住权的一个冲突 影响降到最低 所以就这一点上面 我们会觉得 似乎我们的法院跟行政体系 在这块上面需要再加把劲 所以其实两公约 其实对所有权跟使用权 它事实上有一些非常明确的 这个界定或是相关的讨论 可是上个礼拜我们访问许老师之后 其实也会有一些思考 就是也有一些网友跟我们回应说 你们这样子都是所有权 然后没有所有权 然后使用权 然后会不会变成一种积飞城市 会不会变成一种占地为王 所以这个当时谈到一些程序 或是有一些认定 那会不会造成这个问题 那如果这个可以的话 那我就随便到一个地方 去占一块土地 然后说我这里住了很久 我这里有个情感 然后久而久之他就变成我的啦 那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不是吗 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点是在于说 你今天占有这个土地 你最原始的目的是什么 以及你在占有这个土地的当下 地主对于这样的行为反应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占有这个土地就是 我今天先占地为王 那我也没有打算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 我是想要把这块地利用殆尽而已 那当然你就不符合两人权公约的精神 那相对的如果地主他在一开始 他发现了土地被占用的情形之下 他马上就提出了法律的救济 要求要把土地归还原的情形下 那也很显然的 你今天并没有在整个土地占有的过程当中 获得地主的末世同意或是民事同意 所以在整个使用权跟支出权的横平之下 其实要从多方面的考量来去综合观察 那我当然以柳公俊这个案件来作为例子 跟大家做说明 确实像一般民众会认为是说 那你都已经占了人家的土地 你都已经使用人家的土地70几年了 那也够了吧 应该要把土地还给人家了 但我们必须得要换位思考事 那为什么占用了70几年 使用了70几年 地主过去完全没有任何的意识 要求你要把土地还给他 要求你要把房子拆掉 那很显然的地主对于土地被占用的事实 他其实内心是接受的 他也没有任何的反对 他甚至乐见于你们在这个土地上面落地生根 那既然如此就产生了一定的信赖基础 那不能够因为你今天把土地卖给了第三人之后 就导致这个信赖基础回为殆尽 那这也落实在民法上面 我们先前在诉讼当中有提出一个主张是 时效取得地上权 所谓的时效取得地上权是 如果我今天在一定的时间内 我和平公然继续占有这个土地 长达20年的时间 那地主这边就必须同意 我在土地上面登记地上权 那登记地上权的目的就代表是 我今天虽然不是土地的所有权人 但我有使用这块地的权利 那这个在最高法院80年的第二次决议里面也提到了 今天时效取得地上权这样的法律规定 他应该是要去保护已经坐落在土地上面 使用长达一段时间的这个建物所有权人 他有一个合法安身立命的使用权 在这块土地上面 那当然或许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或应该一般民众所好奇的是 那这样地主不就很吃亏吗 我的土地耶 为什么要让你使用 而且我还没有办法从你这边拿到任何的 价金任何的好处 我不是很倒霉吗 那可是相对应的 其实法律上面有另外一个救济机制是 如果今天你的土地被别人占用了 你没有办法再把土地要回来的行星之下 你是可以向建物的所有权人 也就是这个使用人 请求一定长金的赔偿 那在实物上面的运作就会是评估说 好那可能这块地 它的价值是多少钱 估了一个价格之后 让土地的所有权人可以跟屋主 来去请求一定金额的使用长金 付钱给他作为一个对价关系 这个在民法796条跟796条之一 都有相对应的规定存在 但因为这个部分 就像刚刚跟主持人报告 我觉得两人权公约 虽然在我国已经内国化了 但是并没有实际落实在 我们的法院体系跟行政体系 所以立法没有办法跟上这个脚步 法院也没有把这样的精神 落实在他的实物审理上面 所以最后变成是 法院只能够依据法律的规定 来去僵化适用法律 认为今天既然土地的所有权能 他提起财务还地的诉讼 我们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我们有合法占有权援 那就只能够把土地还给人家 把房子拆掉 老人家就必须得要离开 他原本居住七八十年的房子了 这也就是说 这所谓的占用这件事情 他其实在根源是复杂的 就是包括我们看到 很多的城乡渔移民 或是过去谈到的 这种都市原住民 或者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 这种当年从中国来的 这些外省老兵 他们某种暂时的安置 所以包括像高雄的拉瓦克案子 或者是像华光社区的案子 它事实上都是一些 类似的例子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应该 更细致的去做讨论 而不是只有看到 所有权有或没有的问题 不过说实在的 只要我们节目当中 谈到两宫约的时候 就很多的听众 或者是很多的 这个网友都说 两宫约关过什么事 就是反正那只是一个理想 而且刚刚谈到 虽然是国内法化 但是我们没有立法去跟上 那中美社都谈两宫约 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 这个两宫约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期待或是要求 我们不能够按照 自己的法律去做就好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现实的状况不是吗 因为我们台湾秩序 是一个民主社会 民主国家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积极的参与 国际组织 比如说联合国 所以在整个联合国的宪章里面 其实就规定到说 包括金色文公约或公正公约 这个都应该是民主国家 必须要去遵循的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一些 比较独裁专制的政治体系 比如说算中国 比如像是俄罗斯 他们对于所谓的人权公约 其实完全是不放在眼里的 那anyway 但毕竟那个是国家之间实力的相互竞争 那我们今天不管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国际角色 或国际地位 我们都已经把两人权公约已经内国化 而且并且有相关的立法规定了 那在这样的规定下 立法者就必须得要落实这样的精神 把这样的人权概念 加注在法律条文里面 行政者也必须秉持着这样的精神 来去执行他的行政作为 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法院 司法者 他必须得要接起这个人权的号角 来让社会大众知道是 我们不能够再去僵化的适用法律 而必须得要认真的去思考 在两人权公约的价值体系下面 如何将我国的人权价值更加的彰显出来 所以这必须是行政 立法 司法 三方面通力合作的 但也很遗憾的是 我们发现到的是 这三个单位 不管是行政 立法 司法 似乎都只是把两人权公约 当成是口号而已 当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 跟大家讲 我们有两人权公约 已经内国法化了 内国法化了 但不需要的时候 就搁在一旁 告诉大家讲说 那这个还是得要回到 我们的法律规定 来去做看待 变成是有这样双标的行为 我觉得这种东西不是签好玩 不是说我们要国内法化 然后没有收面失职 因为这个是某种程度上 一种国际关系 或者是要进入联合国 大家都会怎么去看你 或者说它是一种 所谓的国际之间的承诺 这个我真的觉得 我们的政府 或是我们立法部门 不能随便开玩笑 这个要做就认真做 所以这也是一个 回到台湾是不是一个 所谓的重视人权 重视民主国家 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不是象征的 它根本就是一种基本 就是看问题的时候 怎么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更根本的角度来看 那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身 这个议案意见的 这个议题的本身 就是说台北地方法院 这个民事执行处 已经预计 他事情也做了一个公告 就是11月21号 要准备要拆除 这个赖斐真 他们所这个房子 那这个公告发现 出来之后呢 你们打算怎么做 因为好像你们也跟这个宪法法庭 去申请这个暂停的处分 并且要向这个执行处 声明异议 希望能够暂缓实行 那目前我们这个录节目的时间 是11月13号 我们播出会是在礼拜天 那至少到目前为止的 这个进度是怎么办 就是说那如果真的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法院认定 这个所谓的宪法庭 就是说不可以去拆 结果法院这个执行处把它拆掉 那这个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好那其实这个案子 虽然判决确定到现在 也蛮长一段时间了 那事实上在后面的执行程序 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 来跟执行处沟通 这个案子 你不能够单单只凭法院的判决 来去决定后续的执行程序 还必须要更多方面的去考量 怎么样去维护 整个居住权的保障 那但非常让人家遗憾的是 就突然在上个月 我们收到执行处的一纸执行命令 通知要在11月21号上午 要到现场财务还地 而且我们透过月券也发现到说 执行处这次真的是有备而来 他在先前就已经发文给水电公司 还有瓦斯公司要在同一天断水断电 甚至他也行文给新电分局 请他们在前一天晚上 必须派远警到现场封锁现场 不能够让民众出入这个郡道旁边 那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紧张 跟害怕是 为什么执行处这一次动作这么来的快速 动作阵仗来的这么大 那到底执行处在紧张什么 到底执行处在召集什么 所以我们律师团 马上就像宪法法院这边提起了 暂时处分的申请 那同时也像执行处这边声明异议 表达这个案件 目前还在宪法诉讼当中 我们还没有走完所有的救济程序 如果这个房子一旦被拆掉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宪法诉讼 将会沦为只是一个 象征性的一个案件而已 它就会变成是历史洪流当中的 一个残瓦破碎的瓦片而已 所以并没有办法再去回复原状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也非常感谢台湾人权促进会的协助 他也马上把这个案子通报给国际反破签法庭 让他们了解到说 这个案子即将已经面临到拆迁的危机 那国际反破签法庭知道这个讯息之后 他也紧急的行文给总统府 司法院新北市政府 国家人权委员会以及法院的执行处 并且告知这些单位早在今年2月 在印度所召该的国际反破签法庭 已经对这个案子做出了初步裁决跟一般建议 他们的认定是这个案子确实严重影响到 赖小姐关于两人权公约所保障的 并且要求国内台湾必须要针对这个案子展开协商 重新找寻一个替代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不能够直接就把这个房子给拆掉 那如果今天相关的单位 并没有给予一个正面 友善的一个回应 那不排除会把这个案子通报给联合国 以及相关的人权团体 让他们知道台湾目前正在发生 一起严重的破签案件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 不管是暂时处分的申请 争民意义的一个发动 甚至于这些NGO团体的关注 能够让法院这边悬崖热马 先取消11月21号的执行命令 我们重新回到了谈判桌 来进行协商 来去沟通 到底居住权跟使用权 居住权跟所有权 应该要如何的去折冲协调 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结果 否则一旦这个房子拆掉了 就像刚刚跟您报告的 那打后面的这些诉讼 打后面的这些救济程序 其实都只是不济于事而已 的确这个案子已经不是一个 纯粹台湾内部的问题 或者是这个水利会跟赖家的问题 或者新北市政府的这个问题 它其实引起了很多的 这个国际的关注 我想这也我们的政府 可能也要好好的去 还有点时间可以好好的去思考 或是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想要请教这个叶律师 就是你刚刚也提到 我们刚刚也问你说 为什么你愿意一直做这件事情 就是想说给更多人知道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节目 让更多人可以去关心 这一个很重要的 它背后是有很多意义的这个问题 那其实我也很想要听听 这一路以来你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就是毕竟你一开始也是 别人就问说 你要不要来这个来接这个案子 然后你就开始去了解 然后也慢慢的有很多的 这种公民团体NGO加入 那你自己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你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些 整个的变化呢 好老实讲 当时在接这个案件的时候 我其实并没有预料到后面的发展 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其实我的重点就只是希望 在诉讼当中 能够为我的当事人赖小姐 他们争取应该有的权利 让这个房子能够保留下来 那当然也很幸运的 有包括文史工作者 包括护述团体 包括这些NGO 能够共同关注这个案件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 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 当时有一个NGO的团体 他们告诉我说 他们为什么会想要来声援这个案件 主要是因为当时 他们在法庭旁听的过程当中 他们听到我跟法官讲说 对于这个案件 我会穷尽一切的努力 来去协助我的当事人 寻找法律上一切可以救济的权利 来让这个房子继续保留下来 来让陈往事老阿嬷 能够住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绝对不会放弃这个案件 我会陪着我的当事人一直走下去 那当然当时我在法庭讲这些话的时候 其实我并没有意识到说 会造成后面的旁听者 有这么大的一个感触 因为我相信这些旁听的NGO团体 或多或少 他们自己也曾经或者现在 面临到这些人权迫害的议题 他们也需要有一个人 或有一群人 能够陪着他们走过这人生监牢的这一段路 那对赖小姐而言 事实上过去他们就是一个守法的好公民 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诉讼案件在身上 所以当他们面临到这个财务环地诉讼的时候 其实他们内心里面是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惶恐 他们会很担心的是说 万一法院的判决 判他们输了 房子要被拆掉了 他们得要到哪边去 所以我一直告诉他们讲说是 你有关系 接下来的诉讼过程当中 不管会走多久 不管会走多远 不管会走多累 我都会跟着你们一起走下去 那你们必须要跟我一起合作 我们把这个案子 把它继续完成下去 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至少我们都努力过了 至少我们都为这个案子 付出我们最大的努力 在我们的工作上面 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就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 我想当然我们还是希望 这个结果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当然这个要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就像律师所提到的 这个努力跟陪伴 或是至少我们不是 这个相关的当事人 不是直接设论 但是我们最基本的了解跟认识 恐怕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叶树红律师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之后有机会 相关的问题也来跟你请教 我们节目就要今天到 这边结束 谢谢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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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